我們今天要訪問到的就是 後進王健民的這個導演 陳維陽 Frank來節目當中 我覺得健民本身對一個台灣人來講 就是他有一個不同的意義 對他在陽季的那個時期 帶來的那個風潮 尤其是像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大家都會記得他 我透過一個朋友認識了他 在2013年的時候 他那時候已經在小檸檬體系 我們那時候在小檸檬有碰面吃個飯這樣子 OK 對那他一樣就是話比較少 因為他那時候剛投完那個WBC 就是那個經典賽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很瘋狂 而且他經典的投得還很好 他那個SURGE沒有10分 對 然後對我們就席間就是比較聊 比較多比賽的部分 OKOK 對然後吃完飯他就是 自己開車這樣走掉 那我覺得那整個畫面 讓我覺得非常感觸非常深 因為我其實05年就在紐約看過他比賽 其實他一開始是不同意拍攝 那後來是透過他的經紀人Allen 我其實跟Allen一直都要有聯繫 對那慢慢他就他就有比較接受這個idea 對那一開始他當然話就比較少 所以其實一開始我們其實也沒有拍什麼訪談 最早最早一開始Focus的就是他的Travel 我知道這個片子會有很多的Travel 因為他在小聯盟的移動是非常多的 不管是自己開車坐巴士 對然後甚至跟著球隊去機場 他不太說話 那部分其實我喜歡 就是我就靜靜的派他在做任何每一件事情 球場下球場上這樣子 對那慢慢漸漸了解他其實是我們在不拍攝的期間 我們就會約束去吃飯什麼的 對所以慢慢慢慢有一個革命的那種性感出來 因為他那時候其實幾乎沒有媒體在跟著他 對我甚至就是也不覺得需要再帶攝影師 我就自己跟著他 其實跟他在拍訪談的時候有一個發現 就是我們最好的訪談 都是聊到我們已經忘記在拍東西 那個出來的聲音跟表情是最正誠的 對所以有時候我們就是我就加個攝影機在座上 然後我們就一直聊一直聊 然後有時候聊到那個攝影機都沒有電了 其實我們還是那我收音繼續 所以有些聲音就被收錄下來 那那就很自然 就是我們兩個已經忘記我們在拍東西 他在13年就去就變成比較像是一個棒球浪人 對然後他比較少帶在一個team joe一點 對然後他的小朋友要開始上課 對那這個這個階段就是他每年出去工作 會有大概兩百天 不會沒有辦法回到家裡 都是要太太 要載兩個小孩坐飛機去看他 這不是一個王建民的變年史 我希望觀眾能夠去感受到的是一個journey 一個很漫長的journey 可能之前沒有看過跟了解到的 王建民的生活的部分 我希望觀眾能夠在裡面看到一個精神 對就是建民他對他的人生跟他的棒球 有什麼樣的精神 然後希望他能夠 影響到你自己 不管你在什麼樣的工作崗位 都可以有感受就是 看到建民也走過這樣的一段路 對希望可以給大家一點啟發 更多精彩內容請鎖定 優服 我就知道 然後 那 感谢观看